随着我们对科学的渗透了解,对宇宙奥秘的探索,我们嘴上说着相信科学,但越来越发现,好多东西都是科学无法解释的。 我们曾对家里的摆饰构造嗤之以鼻,觉得不可信,可风水学终究给我们带来了意外惊喜。 卧室是我们每天待得最久的地方,每天工作都比较的忙碌,当然为了明天能够有更好的精气神,来迎接明天的学习和生活,我们就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质量。 而卧室中最为重要的家具就是床了。 很多人喜欢在床边放一些装饰品,从一方面来讲,是可以提升居家环境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 这些装饰品的摆放在风水上也是有讲究的,会对家庭运势造成影响。 到底哪些东西能够开运招财呢? 床头放这三样东西,保证你一辈子好运顺风顺水。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在农村生活,平时的生活之中会有很多的说法和讲究, 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更是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注意的。 其实,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也是为了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方式, 希望能够有个好的兆头,从而能够把寄托的希望变成现实, 所以也会在生活之中寻找一些寓意较好的,作为好的兆头和改善运势的作用。 农村有句俗话叫做,床头放三物,既能招财又能纳福。 这句话其实也具有这样的意义,过去农村晚上的时候跟现在可大不一样, 过去没有电,没有网络,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一直秉承着日期而坐,日落而歇的生活规律。 这也是过去农村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在睡觉的时候, 在床头上放一些物品不但具有很好的运势,而且还有其他的作用。 其中之一放的最多的莫过于是钱。 直到现在的农村,很多老人依然喜爱在枕头底下放钱, 这样的传统和习惯远远流长。 过去的钱都是铜钱,铜钱是流通的货币, 铜钱上面写着招财劲宝,所以寓意是非常好的。 在床前放个铜钱,能起到招财的作用, 而且铜钱外形是圆的,里面是方的,也象征着天圆地方。 对于家庭的气场,也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放置在床前能够让人更加容易入睡。 除了这些好处之外,睡不着的时候可以数钱, 一个一个地数来数去, 就跟现在睡不着数羊其实是一样的, 很快就会在数钱产生的乏累之中睡眠。 第二种指的则是葫芦。 葫芦嘴小肚子大,有能装下乾坤的说法, 而且寓意钱财进去容易,但出来难。 这样家里的钱财才能只进不出, 所以会越来越富裕。 葫芦历来很受大家的喜爱。 在很多神话故事里, 葫芦也是很多道家的法器。 所以,葫芦不但用于招财敬宝的作用, 而且还有驱除的作用, 放在床头自然更加的合适, 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 葫芦具有很多的美好寓意, 家中放葫芦, 因为谐音,也被叫做福禄, 具有长寿的美好寓意。 而且葫芦还被认为是夫妻和谐的象征。 葫芦从中分开, 就是一模一样的两半, 合为一体之后, 却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也象征着夫妻和睦, 家庭兴旺, 离不开家和万事兴。 所以,夫妻和睦的家庭, 才能够越过越富裕。 所以第二件指的是葫芦。 除了这些美好寓意之外, 葫芦嘴小肚子大, 指径不出的寓意, 按时家里的钱财会越来越多。 当然,葫芦还是一种容器, 可以装水、装酒, 放置在床头晚上口渴的时候, 能够解决口渴之忧。 至少已经有二十多个民族崇拜葫芦, 或者是将葫芦作为企图腾。 关于葫芦的神话, 更是有一百一十九种之多。 在大多数神话故事中, 葫芦作用可谓多多。 一是装水容器, 二是葫芦还被认为是造人素材。 神话传说, 人类是从葫芦之中而来, 而且医生的玄弧济世, 也是跟葫芦有关。 所以, 葫芦备受喜爱也是很正常的。 床头放杯水。 睡前不敢喝水, 或者是怕起夜的时候难以入睡, 晨起的时候忘了喝水, 然后就匆忙洗漱出门。 如今有多少人会忽略两杯救命水呢? 有专家提示, 如果你在床头放一杯白开水, 还经常保持这样的习惯, 这样做是能帮助你防止一些致命的疾病。 第一杯救命水, 就是在睡前的时候喝, 对身体有着好处。 因为人在熟睡的时候, 体内水分会通过排尿, 出汗, 呼吸, 不断丢失, 就会造成血液粘稠度升高, 代谢物积存。 睡前适量喝水,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心梗, 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 而且在睡眠不佳的情况下, 也可以在床头柜上摆放一杯清水。 最好选用陶瓷杯装满水, 因为头部代表火的五行气场, 而陶瓷中装水, 则主安静凝合, 在降火气的同时, 还可以平稳思绪, 改善睡眠。 第二杯救命水, 就是早晨的时候喝, 可以排除身体有害物质, 还会预防血栓之类的疾病。 像早晨, 一般是人体生理性血压升高的时刻, 血小板活性增加, 加之睡了一夜的觉, 排尿, 皮肤蒸发, 以及口鼻呼吸等, 均是不少水分流失, 血液粘稠度增高。 而且起床后, 饮水有助于降低血粘度, 从而降低血栓风险。 除此之外, 还能补充大量水分, 因为人在早晨起床后, 会处于生理性缺水状态。 如果你吃早餐前喝一杯水, 只需要二十秒, 水分就能进入血液中, 使血液迅速稀释, 改善夜间脱水情况。 我朋友给我说了一个故事, 一杯水让他记到现在。 朋友很喜欢喝酒, 虽然知道伤身, 但还是忍不住去喝。 他记得喝醉酒 应该是大学的时候, 那次失去应酬, 碰到了许多的大老板, 于是就将自己灌醉, 似乎这样做, 就能够引起那些人的注意。 但是, 一杯一杯酒下肚, 也没有见到对方注意自己。 第二天醒来, 朋友头痛欲裂, 但是他抬头就看望见 床旁边有一杯水, 还有母亲的背影, 还说, 你这样喝, 身体迟早会坏的。 至此之后, 朋友便很少沾酒了, 因为这样没有意义, 反而让母亲担心。 朋友说, 人生最幸福的一刻 是你喝多了, 半夜醒来, 口干舌燥, 在你床头, 你力所能及的地方, 能有那么一杯水。 第二天从难受中醒来, 有的只是对你的 和颜悦色的叮嘱, 没有丝毫的埋怨。 这, 就是人生的幸福的温度。 老话常说, 一命二运三风水, 命有天造, 也有己造, 世人只值风水养人, 却不知人也能养风水。 好风水不是求来的, 而是自己修来的。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方寸就是我们的内心, 人心里包含了一切福田, 这个福田是开拓耕耘, 还是荒废, 全在我们自己。 许多人在事业成功之后, 逐渐地被应酬的虚项给门闭, 将那些外界恭维的话, 一股脑全部当真了, 于是开始自命不凡, 不仅在外面不可一世, 面对自己父母的时候也像个领导, 面对妻子的时候如君王, 面对孩子的时候, 好似自己的一言一行就是真理, 必须让全家都迁就自己。 这样的做法大大损害了自己的应得, 须知自己事业的成功, 不仅是光靠努力奋斗就行, 随着年岁的增长, 家里给予的支持才是最大的助力。 反观另一些人, 他们孝顺父母, 即使面对唠叨的妻子也都相敬如宾, 面对孩子的吵闹, 总能包容谅解, 倾听孩子内心的渴望, 以豁达幽默的方式, 满足孩子和家人所有的需求, 这样的人或许会暂时潦倒一段日子, 但绝对不会一直穷困。 他们每时每刻都懂得欺负, 都在基辅, 一个和睦的家庭, 便是一个人在奔赴事业的路上最大的动力。 孝顺父母, 心存善良, 自己的风水自然就好。 行为是果, 嘴是花, 心是根, 珍惜自身的这三大风水宝, 不管经历了什么, 余生让自己成为一块福地, 不靠任何人, 竟凭自己乐善好施, 修行自身的福报, 也能福运延绵不断。